弟兄姐妹 平安 实体聚会 跟在网上聚会 有什么不一样吗 两个字来说 温度 四个字来说 有血有肉 很感谢我们这一年多 疫情 今天大家互相见面 我们可能要彼此问安 别来无恙 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 格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 格林多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 一起来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 父上帝 就是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上帝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我们几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 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 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他曾救我们托里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人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今天的主题就是 带着神赐安慰的盼望 来安慰人 人生有时候让我们感觉非常脆弱 一个弟兄 平常嬉笑怒麻 充满了活力 事前毫无真相 一天 我们却忽然接到消息 住院了 弟兄姐妹开始为他祷告守望 可是感觉我们祷告的飞船 还没有脱离这个跑道起飞 飞向神 就忽然接到消息 他已经回天家了 让大家非常的恶然 这是我们所爱的孔弟兄 一个原来本来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浙江神高考理科状元 被北大录取 美好的人生摆在前面 可是因为一个诊断 整个美好人生 忽然被冻结了 因为他得到了剑动症 美好的人生 变成剑动的人生 这是我的学生 李红 还有一个学生 他会写诗 会画画 长得水灵清秀 可是因为一次在医院里面注射 因此瘫痪医生 做轮椅 这个学生 诗隐跟剑动症的李红 他们结为一对夫妇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是否有很多的理由 可以感觉到愤愤不平呢 可以感觉到活不下去呢 佛教有一句话 形容人生 无常 这句话其实并不正确 你们知道吗 因为患难 怎么是无常呢 顺遂 才是人生的变数 老实说苦难 在我们人生当中 无处不在 成功 成名 却不常有 每个人的一生 都会经历 某种形式的苦难 可是不是每个人 会功成名就 患难 会让我们的生命 在深处连结在一起 成功 就会让我们轻易地 分裂了我们各种的关系 所以患难 无处不在 患难 还有一个特质 就是 人人平等 圣经上说的 日头造好人 也造歹人 在患难面前 人人平等 无论是基督徒 还是非信徒 都经历 也藏过患难的滋味 虽然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祂是要我们去享受 享受祂的创造 可是自从人类堕落之后 苦难成为我们生活 现实的一部分 你知道圣经当中 谈苦难的经文 多过谈喜乐的经文吗 既学者统计 诗篇当中 有超过百分之四十 是哀歌 主耶稣也说 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充分反映出 基督徒在堕落以后的生活 现实是充满了患难 基督徒的生活 也是汗水 泪水 跟各种挣扎的组合 可是有人就会问了 那我信教干什么呢 我信教不就是为了 趋吉必修吗 如果我信了半天还受罪 我信你这个教干嘛呢 有一位已经回天家的牧师 杨木古 他曾经说过 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 而是用来承载人生 杨木古牧师 他自己生前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优秀精英 华人教会里面少数很注重文字语言的牧者 所以他的注数过百 本来他应该可以为神做很多的事 写很多的书 可是他在四十几岁 诊断患了鼻咽癌 五十七岁就回天家了 他走的那一年是1989年 那时候我已经有文字侍奉的呼召了 当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傻的想法 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他是神国里面 非常优秀的文字人才 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 我的笔还那么不成熟 所以如果拿我的生命去换他的生命 他不是可以写更多的住宿来造就人吗 可是苦难的原因 永远是对我们隐藏的 从古到经 从哲学到文学 都无法解释得清 这是阳目古牧师 他亲身经历苦难以后 对信仰的解释 信仰不是用来解释人生 而是用来承载人生 我们永远不清楚苦难 为什么会发生 可是我们的信仰 可以帮助我们承受 可以帮助我们像坐船一样 承载我们的人生 飞过痛苦 所以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真正的意义 是帮助我们对患难 怎么承受 怎么回应 所谓门徒 在新约里面 希腊文 他的解释 是学习者的意思 我们要学习的是 怎样效法基督 门徒就是学习者 我们要参与基督 各样受苦的形式 来成全神的旨意 所以关于生命当中 他的失去 有一些内情 患难是有很多种 我简单地归纳几种形式 如果神允许 也许几次讲道 都会讲患难 第一个是为基督受苦 这个受苦 是你只要跟随神 你就会有某种形式的受迫害 第二种是各种的病痛 或生命当中的失去 第三种是来自他人的所求 比如说父母 师长 或者是配偶 或者是人际关系当中的痛苦 第四种 是出自自己的罪或软弱 原因不同 形式也不一样 所以痛的分量也不太一样 那今天 我想着重的是第二项 因为这一年多来的疫情 有很多人失去健康 也有人失去生命 我们教会最近也痛失了 两个非常亲爱的弟兄 所以今天我的重点是摆在第二点 生命中的失去 不管是哪一种 你可以失去健康 你可以失去身体的一个肢体 你可以失去亲人 失去财物 失去你房子的居所 失去工作 失去尊严 失去灵欲 失婚 失去孩子 或者失去怀孕的机会等等 都各有它的悲剧性 而且有些是渐渐地失去 在失去的过程里面 你有一段时间 可以做一些心理准备 也有些是骚人的发生 你心中完全没有一个缓冲 就比较难接受 而且你会感觉到 非常的可以压垮你 但不管是哪一种 我们每个人一生当中 都会经历大小不同的失去 要如何在这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疼痛中 还能够看到福音的盼望呢 有时候这种难以忍受 感觉上就像保卢说的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比如说自清过世那种痛 每个人都走过 无论是你的父母 配偶 还是孩子 常常至亲的过世 会让我们感觉 自己也被判了死刑 被拖入死亡的黑暗深渊当中 久久爬不出来 在这个时候 请问信仰 还能对我们说什么吗 我没有全面的神学 我也没有完整的圣经教导 这方面我也还在学习 而且我相信在座的 有的走的苦难比我还要深 比我还滋生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只是我自己的重点学习笔记 希望对我们大家会有一点帮助 在我的学习当中我看到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问题大 我们的神更大 当飞剧发生的时候 这个苦难莫名其妙地击打下来 常常让我们感觉的是惊心动魄 天崩地裂 这个问题之大 好像整个淹没了我们一切的视野 包括属灵的视野 所有的痛苦跟挣扎 还有迫切的关心 就像墨汁一样地淹没了我们 那种黑暗 让神忽然变得很微小 很微小 有时候祂会完全脱离我们的视野 最后问题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 所以我现在请大家跟我做一个动作好吗 把你的手举起来 把你的手掌放在你的眼睛面前 这个手代表你的问题 或者是你生命当中的痛 这手掌一放到你的眼前 我问你 你还可以看到别的东西吗 看不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亮光吗 是不是只有一点点 是你手掌之外的亮光 对吗 好 放下 你知道苦难跟你生命当中的问题 会主导你的视野 到了一个程度 苦难开始定义了你 你的身份 你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身份 你变成患难的俘虏跟受害人 如果你得了癌症 你就成为癌症病人 如果丧亲 你就成为丧亲的家属 如果你丧失配偶 你就成为寡妇或者官夫 如果失业 你就会感觉自己像一个loser失败者 所以当生活当中的苦难发生的时候 上帝就在我们的眼光当中变得非常微小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苦难中 会产生对上帝的怀疑 甚至不再相信 只有当我们调整我们的眼光 像约伯 把你的眼光看到问题之外的世界 在问题之外的世界有莫大的宇宙 看到神力世界的根基 那种规模大到不可思议 无从想象 神所创造的那一切 那种全能 全知的智慧 超越我们人所能理解的一切 只有当我们看到这些 我们的问题跟苦难 才会在我们的眼睛当中 开始恢复一点 它应该有的比例 我发现虽然生命的挑战 它仍然在 可是神永远 永远大过你的问题 这是我第一个体会 第二个体会 成熟的属灵生命 比较能够成熟地回应苦难 这跟你信主的时间长短无关 你可以信十年二十年 你的信心还是像个小婴儿 信主时间的长短不能定义 你属灵的生命是否成熟 定义我们属灵生命是否成熟的 是你的信心有没有成长 你对神是不是有正确的期望 不成熟的生命又有什么特质呢 不成熟的信心是属灵婴儿的信心 会相信我只要做一个好基督徒 我的生命就会一帆风顺 永远不会有失望跟痛苦 成熟的信心是指认出 神在苦难里面是与我们同在的 同时他会用生命当中 各样的痛苦跟失望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不成熟的信心 会认为信仰会帮助我们 解释神怎么做事的 应该是屈己避凶 可是成熟的信心 即使你不了解神在做什么 你也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下 成熟的生命是跟神一起来承担我们的苦难 有时候我们还会愿意为主受苦 这是成熟的生命 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你们 你的信仰是属于哪一种呢 是属于神必须给你一个交代 那一种吗 还是你可以学习把你的手稍微移开一点 把问题从你的视线当中移开一点 多于去看仰望神 求告神 你是不是能够看到神更多更大 美好的心意 虽然短期之间我们完全不能明白 我们到今天还在问同样的问题 孔弟兄为什么那么早回天家 我们不能明白 可是我们愿意把这个交给神 相信他有他美好的心意 所以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什么呢 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 我刚刚讲门徒的意思 就是学习者 所以不管在任何的状况里面 我们都要把握机会 来学习属灵的功课 这跟外面一般碰到苦难 会怨天尤人 相比呢 这样的回应是比较健康的回应 虽然我们也会喊痛 虽然我们也会难过 我们也会掉泪 可是这让我们基督徒 比较爬得起来 那么基督徒要如何去回应患难呢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有一段 非常实际 也很有帮助的教导 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首先第一点 是患难中我们人要赞美神 他一开始就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 基督的父上帝 就是发慈悲的父 是各样安慰的上帝 他这第一句就说 归颂赞与神 那我们会想 没搞错吧 这不是我们平常的人性反应啊 这不是一个大逆转吗 通常碰到患难 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叫痛 对吗 然后是愤怒 因为原来是属于我们的 被剥夺了 我们会想要抗争 我们想要找人负责 如果我们的亲人死在手术台上 我们要找人负责 是这个医生的错 还是我的亲红好友 把我的亲人送去医院 完了的错 我明天要找个人来负责 这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它又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些情绪反应 全都会征集着跑出来 我们压根就不会想到 我还要去赞美神 基督徒到底是人还是不是人 其实这里讲的是 基督徒的第二反应 第一反应 我们跟其他人差不多 基督徒会叫痛的 我们也会叫痛 基督徒也会流泪的 我们也会生气的 我们也会不想见人的 我们更不会想在那一刻 还要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只想躲起来 我们要填我们自己的伤口 可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最大的不同是第二反应 就是我们的生命被垂直了 我们感觉被破碎了 我们靠着神 我们要一点点的收拾 我生命的碎片 用圣灵来修补 让我们重新还有一个形状 可以爬回来 是在这个修补的过程 是我们可以赞美神的过程 最重要的是 在修补的过程当中 神对我们的患难 会赐下安慰 所以我们要赞美神 感谢神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 他给哥林多教会 写这封信 一开始就写这句话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写这句话 表示哥林多教会也有问题 所以他告诉他们 要用赞美神开始 他要帮助大家 眼光需要转移 把你的手 从你的眼睛前面 移开 你看到神 没有遗弃你 祂是慈悲 和赐安慰的神 这是神的属性 祂在安慰方面 不定色 祂会赐各样的安慰 O comfort 各样的安慰 所有的安慰 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能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一切 一切患难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会某种性质的苦难 才会赐下安慰 好像身体的疾病 神给安慰 精神的疾病 神就不给安慰 过得婚姻中的难处 神就给安慰 单身的寂寞 祂就不给安慰 不是的 保罗强调 在一切的患难中 神会安慰你 祂是一切患难中 都会赐下安慰的神 这里讲的安慰指哪些呢 有些是实之上的医治 或的供应 有些是灵力的鼓励 肯定和力量 今天我们的经文有八节 短短的八节经文当中 安慰出现了十一次 而且神的安慰 它不是短期间的缓解 好像你吃头疼药 药效在的时候你就不疼 药效过了以后 你又开始疼 神给的安慰 是长期的生命建立 它会赐下力量跟坚定 有位圣经学者 David Garland他说 上帝的安慰 使软弱的膝盖坚强起来 支撑起唯靡不振的领命 使人以坚定不移的决心 和无穷无尽的信心 面对生活的烦恼 所以简单来说 神的安慰 会让神的儿女 有勇气和力量 面对各种的患难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勇气和力量 保罗不是在讲大道理 他在说他亲身走过的苦难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一章 八到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一起来 弟兄们 我们不要你们不孝的 我们从前在亚西亚 遭遇苦难 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定死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人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 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他尽力的是什么 他曾经感觉被压太重 他都感觉被压太重 一个属灵生病非常成熟的人 感觉力不能胜 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可是他知道他不能靠自己 他要靠谁 他要靠谁 叫死人复活的神 而且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曾经拯救 还要拯救 这是他对神的盼望 我不知道今天 你是不是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 你需要神在哪方面赐你安慰吗 是经济的苦难吗 是身体的苦难吗 还是关系的苦难 是你灵里的苦难 还是你心里的苦难 还是你所爱的人 正在受苦呢 你有盼望吗 你曾经领受过神的安慰吗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为神受苦的仆人 就不应该再有苦难了 他已经把他的生命都摆上了 又放上时间 又放上金钱 又放上他的生命 那奉献牺牲了这么多 如果能留住 不是可以为神做更多的好事吗 可是就像杨木谷 还有最近我们听说的几位牧者 得到癌症 而且是默契 会让我们不胜唏嘘 然而就像我说的 苦难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苦难会发生在一人的生命 但是我们知道 神是慈悲 还有是各样安慰的神 只为这一点 我们就要赞美神 虽然像那位坐轮椅的诗人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诗银 写诗的诗 轻盈的银 他说 我不愿意夸耀我自己的苦难 我只想夸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荣耀 当时我们在营会里面 大家在分享个人的见证 我想他做人一来的 他一定有很多话可说 所以我请他说两句 这是他给我们分享的话 他说我不愿意夸耀我的苦难 我只想夸耀我生命当中的恩典跟荣耀 他们现在是靠他们的笔 在写出很多见证 他们生命的见证 我说你们的肉体就是你们的祭坛 你们用你们的生命 活得好就是你们的见证 让我们有盼望 他们是我在苦难中的老师 就像我们教会的Michelle 还有以前的Regina姐妹 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求神赐给我们各样成熟的信心 用赞美感谢神来回应我们的苦难 这是第一个 在患难中我们仍要赞美神 第二个 患难中我们人对神有盼望 常常我们会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 当我们发现我们生了某个病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转向是网络 你知道吧 网络上怎么说 然后第二个是早认识的 在这个领域有权威的人 他怎么说 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放在医生身上 某个有钱的朋友身上 或者某个有办法的官员身上 或者是身边的配偶 可以给我一点安慰 我们想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到安慰 找到资源 找到帮助 可是人不可靠啊 而且他们常常会说出一些 伤人的话 比如说 都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过不去啊 生活总要往下走吧 或者说 你怎么老是站不起来啊 你振作一点好吗 拜托你 你老是喊痛 你要人家还活得下去吗 人没有耐心你知道吗 可是神他永远都有耐心 神的爱无止境 面对苦难 每个人对痛的忍受力也不一样 走过的经验也不同 需要恢复的时间 有长有短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难 从人的身上找到安慰 我们更多时候是感到失望 因为他们不理解 他们听多了 他们时间拉长了 中国人讲酒壁床前怎么样 无孝子 这样的状况 很多人亲身走过 所以有的人会在其他的地方找安慰 购物 上瘾 工作 或者上网 还有人说 我吃冰淇淋 我心情不好 我就大吃冰淇淋 这是寻求暂时的环节 让人可以感觉到 好像还可以做点什么 不会那么无力 或无助 可是保罗说 只有神 祂可以赐给我们所需要 又不会消失的安慰 在哥林多后书 一章四节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 真正的盼望和安慰 是来自神 是神叫耶稣 从死中复活 我们还有什么苦难 祂不能够给我们安慰呢 保罗是建立在他自己 亲身走过的经历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曾救我们托里纳 极大的死亡 现在人要救我们 曾经救过 人要救 这就是盼望 而且这个盼望 是建立在他的经验上面 旧约当中的大卫 他也多次从神得到安慰 他在正式登基之前 他曾经是一个在逃的难民 他有数不清的仇敌 这中间包括扫罗王 他曾经走过丧子之痛 其中还有亲生儿子 也想要追杀他之痛 他需要的拯救跟安慰很多 神也不断地赐下 其中有一个是 他跟亚玛利人争战的时候 那一次他们被亚玛利人 打得很惨 七小都被掳走了 城也被烧毁了 弄得大卫跟他的随从 赶去的时候 看到这是断解残还 就是大声放声大哭啊 哭到没有力气 不止这样 这些随从看到这个状况 非常的对大卫深怨 他们觉得是大卫害他们 家破人亡 所以他们想用石头打死大卫 一个人落魄到这个地步 还能怎么样 在撒末尔纪上 三十 三十章六节 再下一条 大卫倚靠耶和华 他的神 心里坚固 那我这里列下来 英文的翻译版本 信息版圣经 David strengthened himself with trust in his God 他靠他对神的信心 又有了站起来的力量 那NIV是说 David found strength in the Lord his God 他在神里面找到力量 那这段经文 如果你们去看 信息版圣经 还有一个小标题 叫做 David's strength was in his God 大卫 他的力量 是在神里面 你知道我们在患难当中 需要一些安慰 我们需要勇气 跟力量 他可以帮助我们忍受 还可以走得下去 从大卫 还有很多圣经的人物 甚至还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见证 让我们看到神 他真的会赐下勇气跟安慰 也会赐下勇气跟力量 帮助我们走过 这是我们的盼望 可是这个盼望不是摇摇的 隐隐约约的 似有若无的 这个盼望是实实在在的 是近在眼前的 是你可以紧紧抓住那样的实在的盼望 而且我们对神的盼望 应该大过我们的患难 仔细思考我这句话 如果你的盼望小过你的患难 他就不叫盼望 你知道吗 那只是一般的wish 真正的hope 盼望是大过你的患难 所以我也想让在座的你们想一下 你对神的盼望 跟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苦难 哪一个比较小 你的盼望比你的问题是比较小 还是比较大 你是半信半疑 还是深信不疑 我们的盼望 应该是来自看到 苦难也许很大 很难承受 可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 它绝对会比我们的苦难更大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逻辑 多受苦楚 多得安慰 你知道前多后多 两个多翻译是一样的多字 可是在原文是不一样的 希腊文你的原文 第二个多是surplus 是盈余 多出来的多 满意的多 所以什么意思 你得的安慰 会超过你所受的苦楚 更多 更多的多 这已经不是收之平衡了 你受多少苦 你就得到多少安慰 不是 而是你受多少苦 你会得到更多 比你的苦更多 超过的安慰 问题 不在于神不给我们安慰 而在于我们不知道 要去跟神支取这样的安慰 我们很多 甚至是基督徒 碰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是隐藏 躲在我们的洞穴里面 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 任何神的安慰 当患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求助人 求助网路 却逃离神 那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每当患难来临的时候 我们要向神投诉 我们要向神求告 也可以说受苦跟安慰 是手牵手 所以这里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 必须有 是对生活中的苦难 我们要有一个接受的坦然 同时对苦难中的安慰 我们要有领受的感恩跟盼望 所以面对任何的苦难 要接受 坦然地接受 而不是逃避 不是否认 可是对能够得到的安慰 我们要用感恩的心来领受 而且有盼望 这是第二个 在患难当中 我们对神仍然有盼望 第三个 在患难当中 我们还可以去祝福他人 这里有一句话 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记得 受苦并非你个人的终点 而是祝福他人的起点 跟我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 一起来 受苦并非个人的终点 而是祝福他人的起点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被你的苦难 给定义了你的一生 你超越你的苦难 它是你可以祝福他人的起点 这是保罗他传授的重点 患难是在个人身上发生的 你不要让患难成为你最终的结局 不让他定义你的一生 成为终生患难的受害者 你在患难当中得到的安慰 也不要紧直于你个人 你要把你所领受的安慰 拿去服侍安慰其他人 这是保罗的教导 在他的第六节到第七节说 我们受患难呢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 我们得安慰呢 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 我们所受的那种苦楚 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 是确定的 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 也必同得安慰 我读这段话我就觉得 保罗写得好温暖哦 这一段文字有温度 你们知道吗 很温暖 他说你不要担心 我们受苦 他在安慰哥林多教会的人 你知道吗 我们所受的苦 你们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受的苦 对你们有好处 他是这样子的安慰 你知道吗 诈读之下 我们会觉得第一句跟第二句讲 是同样一件事 是会不会 我们受患难 你们得安慰 我们得安慰 你们也得安慰 你们会觉得这两句话 好像有点重复 可是其中的意思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受患难 是为叫你们得安慰 得拯救 你知道走过 就是他人的安慰 你走过 你已经是他人的安慰 过来人 你总是能给其他还没走过 可是面临同样苦难的人 可以指路 你可以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安慰 你自己知道怎么回事 你走过了 你指出来说 这里有一个坑 你不要掉下去 这里有一条溪流 可以喝点水 怎么样你不要摔倒 你爬不起来 他是一个过来人 所以他可以指出 你要走的前面的道路 曾经得过癌症的人 他比较能够安慰得癌症的人 曾经走过死因幽谷的人 他一开口 就可以切到你痛苦的核心 他可以说出别人 说不清楚的痛 连眼泪的滋味 都有点相像 自己走过 你在过程当中 是怎样得到神的安慰 跟平安的 你就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盼望 跟安慰 我在三十岁左右 曾经非常的恐惧 父母会过世 我觉得那对我是一个 不可承受之痛 因为我们离家很早 我们这种半个小留学生 一直跟父母老觉得 相处得不够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年龄 自己做了父母了 忽然感觉很怕 有一天妈妈过世 或爸爸过世 有时候做梦会哭醒 梦到了会哭醒 永浩 他的父母走得很早 所以这方面 他是过来人 每一次我跟他 谈到我心中的恐惧 不敢想 他就跟我说 你记得一点 你记得这一点 这世界上每个人 都会走过父母过世 然后没有一个人 走不过去 他这样给我这句话 说得也对 对吗 有谁走不过去吗 最后都走过去了 然后我那时候担心 说我对我父母做得不够 我会有遗憾 他是过来人 又跟我说了 不管你做多少 你总是会有遗憾 很奇怪 他这句话 后来让我对母亲的走 毫无遗憾 很奇怪 就是他这句话安慰了我 过来人 他不需要讲很高深的道理 你知道吧 他是从他自己的生命经验 他体会到的 他可以把他自己走过来的路 他怎么走过的 跟你分享 传授 让你也可以走过去 这是第一个 就是走过患难 会叫你们得安慰 就是我没有比你幸运 你们走的苦难 我也在走 这本身就让大家很平衡了 不是吗 不是某些人特别幸运 好像什么 百度不清 对吧 就是 我有这一天 他也有这一天 这本身就让人很有安慰 好 第二个 我们如果得到安慰 也会叫你们得安慰 保罗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内情 关于患难的一点内情 受苦的人 还是有让他人得安慰 得拯救的能力 受苦的人 你不是完全无力 你还是有能力 可以让他人得安慰 得拯救 你所得到的安慰 也能够建立他人忍受苦楚的耐力 所以走过患难以后 你等于是接受到一个邀请 就是神邀请你 和曾经 你这个曾经受苦的人 和将要受苦的人 去分享 把你领受的安慰 带到一个跟你一样 受一样苦的人生命当中 这是属于患难的关系层面 苦难是可以共同承担的 安慰也可以共同分享的 神赐下的安慰 永远不应该是停留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神赐下的安慰 对你是一个呼召你知道吧 你如果领受过安慰 你就有了这个呼召 你必须把它分享出去 我这边引了牧者 Bill Ellis他的一段话 痛苦破碎塑造教育和加深 这是苦难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打造 疼痛验证并做好准备 痛苦正确的回应 给了我们一些话要说 如果你正确的回应 会给你一些话可以说 这是分享 跟人家分享你所走过的路 你知道圣经为什么会揭露 很多的患难跟痛苦 神是要透过这些来提供我们一些解决的方式 主耶稣 他会跟我们谈 他将要走的路 保罗也跟我们分享他的苦难 我们也可以你知道吗 在这里分享有两种意思 第一种 第一种是说出你痛苦的故事 分享我们走过的患难经验 来见证神 帮助人 这是第一个 是说出你痛苦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常常熟悉的见证 你可以用话语 你可以用文字 你永远不知道 你现在讲的这些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有谁会听到你的见证 然后他就从你简单的话语里面 认识到你后面的那个神 他是多么的慈悲 他会愿意寻求你后面那位神 他所赐的安慰 这是分享故事 第二个层次呢 是参与他人的苦难 感同身受 一起走过 同时你给他一路打气 鼓励跟同理 这是进入到他人的苦难里面 你去服侍他的伤口 或者是跟他陪伴 或者是带他去医院 把神的安慰带给他 你不见得一定要跟他经历 一模一样的苦难 你才能够分享祝福 我们教会这方面做得很好 我们曾经有几个 我就说我们教会的苦难 其实蛮沉重的 加起来总数可能是蛮大的 可是我觉得不见得 每个人都要得癌症 才能够去陪伴一个 癌症的病人 对吗 我们都可以去陪伴 服侍他人的伤口 我们不见得都要走过 一样的苦难 才能够陪伴 送饭时本身不需要 有太大的智慧 也可以做的 你不需要走过太多的路 你也可以去探望一个人的 圣经上说是一杯凉水 送一杯凉水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是一张卡片 慰问的卡片 一个电话 一个简讯 你可以分享祝福 分享安慰 苦难的面貌也许不同 可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多多少少都受过一些苦难 你可以让你 从你这个最简单的经验里面 去分享神怎么赐给你安慰的 神怎么建造你的 这样子我们都可以跟别人一起来分享 如果你没有语言 可以把安慰带给别人 可以多多祷告 我自己是一个文字人 我也常常会没有语言 照理来讲 拿起笔对我来讲不难 可是安慰的话 我常常要祷告 祷告到我有语言 我才敢开口 所以我常常祷告神带领 我看到一些亮光跟内情 如果你经历过神的信实 深深了解 神在苦难当中彰显的品格 你可以提醒受苦的人 神是怎样一位神 祂是怎样 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 你也可以分享经文 说进祂的心中 你可以为祂祷告 好 第四个 在患难当中 要请求他人带导 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一起来 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 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 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保罗是他们的老师对吗 保罗应该是有所有的标准答案 谁也不会想到保罗还需要帮助 可是他开口 请你们以祈祷来帮助我们 基督徒是可以用祷告来服侍人 安慰人 建立人 请求带导 你是邀请走过或者没有走过的人 一起为你带求 祷告 是求灵里的守望跟祝福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羞于其耻 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会怕 让人家知道我们所走过的一些不幸 为什么 我们怕什么 怕什么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接到 需要带导的要求一定晚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求告呢 为什么 当你不开口 请求人家带导的时候 你是失去灵里的安慰 守望跟支持的祝福 你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自己在想 也许很多中国人是像约伯的朋友 会不会 认为善有三报 恶有恶报 如果今天我们受到这样的患难 一定是因为我们做过什么亏心事 会不会有人会这样子看我们 是不是因为这样错误的观念 阻止我们去邀请弟兄姐妹 跟我们一起走过苦难 或者我们失去 在灵里面得到支援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请求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面对弟兄姐妹 他们各样的问题的 我们关心的时候 我们要对对方有一份尊重 我们要节制我们自己的意见跟看法 不要论断 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处境不太一样 每个人对痛苦的承受能力 跟方式也不一样 千万不要拿我们自己的例子 来要求对方 来跟你比照 如果你这样做 就变成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四个苦难原因的第三种 他人的所求跟压力 不要用你的经验 去要求人家说 我是这样过来的 你一定也可以 我们可以鼓励可是不能要求 不要批评别人 他采取哪一种治疗方式 不要批评他怎么去对待他亲人处理方式 也不要去管人家怎么去管教他的孩子 怎么去解决他的问题 我觉得这百分之百是当事人的问题 当事人的决定 这么重要的生命决定 只有当事人能做 而且当事人是唯一的 他必须在那个后果里面去活下去的人 所以他人无权执着 我们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是祝福和守望 这有点像我们做成年子女的父母 要学会的一个功课 就是除非你被问到 你就不要去做他的军师或参谋 你的儿女不问你的意见 最好不要开口 你就是祷告跟祝福 同样的 对弟兄姐妹 他没问到你 你就节制你自己的意见跟立场 我们只是为他祷告跟祝福 否则我们就成为 你越自告奋勇 做军师参谋 你就越成为他另外一个患难 只有当我们的属灵环境够安全 有足够的信任以后 我们才有可能邀请弟兄姐妹 跟神一起在祷告当中同工 保罗在这里 他请求哥林托人为他祷告 他说出来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 你们的祷告是我们的帮助 第二个 为我们所得到的安慰跟拯救 感恩 这里有个重要的关键 代祷是帮助的一部分 代祷是拯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而且众人的带导一定会有恩典的 所以就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大家感恩的地方 所以简单来讲 保罗是这个意思 请你们帮助我们祷告神 请你们帮我谢谢神 就是这样 这是一句带着信心的话语 请你们帮我祷告 也请你们帮我们 神将要做的这一切拯救 先放上感谢 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 基督徒面对患难要怎么回应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 第一个 患难中怎么样 人要赞美神 患难中 人对神有盼望 患难中 人可祝福他人 患难中 要请求他人代祷 记得了吗 赞美神 对神有盼望 然后我们还可以祝福他人 我们也要请求他人代祷 最后 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生命 来面对生命中的苦难 老实说 谁也不敢讲 谁的生命够成熟到 承担生命当中的一切苦难 我不敢讲 你们敢不敢讲 没人敢讲 面对生命的苦难 我们永远都有脆弱的一面 会让我们害怕 不敢面对 可是至少 我们可以锁定一个标杆 一个榜样 让我们朝那个方向 来装备我们自己 建立我们自己 建立我们的署名品格 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 来面对生命当中 可能会有的苦难 保罗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让我们看到 他是个拥有成熟信心的人 他面临患难 是怎么反应跟表现 第一个 他会借他自己的患难 来推展福音 传扬神是怎样的神 这绝对是第二反应 你们知道吗 多年在神里面的人 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而且是不自觉的反应 你多年都在神里面 做神的事工 在传福音 所以碰到患难 他会借这个来 推展他的福音事工 第二个 他会透过自己的患难 来安慰其他人 这有点像做父母的 你知道我父亲 95岁已经开始失智 他这一年 你们没见到他 情况是更不太好 可是有时候 他身体有点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很关心 跑去问说 爸 你怎么样 拍拍他 他马上就回说 没事 没事 不要怕 这也是他父亲的一面 就出来了 平常他像小孩 你知道吧 要用吃冰淇淋 来鼓励他走路 他平常是像小孩 可是当我 担心去问的时候 他父亲的一面 马上就出来 不要怕 爸爸没事 所以 我们如果有成熟的信仰 为父为母 像保罗在我们的患难当中 我们还会去安慰其他人 好 第三个 透过患难 邀请人服侍 自己走过 别人走过 我们会鼓励他们 走过以后 把你所得到的安慰 去服侍他人 第四个 他会邀请弟兄姐妹 一起带导 经历神 也许你的灵命扛得住 你扛得住 可是你还是邀请 一起带导 是让大家一起来经历神 见证神的作为 第五个 他所经历的一切 都成为他牧养跟教导 羊群的主要内容 所以他讲的不是大道理 他讲的是有血有肉 道成肉身的道 最后 如果能在教会里面 看到弟兄姐妹 彼此安慰 我觉得是一件 让人非常感恩的事 我祷告我们教会的肢体 我们不只是可以分享 我们生命当中的喜悦 我们更可以分享 我们的痛苦 我们可以彼此安慰 也可以彼此带导 我相信我们中间 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一些 不为人知的痛苦 可是我想告诉你 受苦 不必是一件孤独寂寞的事 我们可以一起受苦 一起同德安慰 我们可以用从神来的盼望 来彼此安慰 我们更要为患难中的安慰 赞美神 请大家跟我讲最后这一句 我们要为患难中的安慰 赞美神 我们要为患难中的安慰 赞美神 我们一起祷告 赞美神 选择